捷运钢山车站RK1 9月1号起就要正式来营运跟收费了 而市府为了要鼓励市民搭乘体验 是从6月30号中午12点开始推出的捷运钢山高一站 也就是R24到钢山车站的RK1路段 市营运期间刷卡免费搭乘的优惠活动呢 也会在8月底做结束 9月1号开始正式来营运跟收费 市府就表示了捷运钢山车站RK1 是紧邻了台铁钢山站还有钢山转运站 为处大钢山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从市营运开始呢 平均每天的搭乘人数都接近有3000人次 其中价值呢还平会超过三四百人次 预估9月份开学通勤人数增加之后呢 运量还可以持续来提升